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曲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辨别明代宣德时期的 清华云龙文梅平他的真伪 那这件气形呢 大致上问题不是太大 如果说他的气形上有问题 是出在这个大家看 是他在强足这里头 往下收的时候呢 有的这个收的跟宣德时期的比较 有一点这个稍稍的有一点 这个所谓的突兀 大家仔细看就可以看出来 另外呢我们看 虽然他也有这个波诱的情况 但是呢包括有开片的情况 开片呢有的人就说 所谓的这个永轩时期的没有开片 还有元代的清花没有开片 这个呢不能太绝对 因为这个跟他的当时的材料 以及烧造情况有关系 我们这个可以把它忽略不计 关键问题出在哪里呢 关键问题大家看出在他的右上 和出在他的这个青花的发色 这些地方 以及呢这绘画上所表现出来的 柚呢还是那个问题 他这个柚呢是属于在 早期做这些防品的时候 他弄的这个柚呢 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脏那种的 在那个时期呢出现了比较多的 这样的右的防品的情况 因此呢这个大家就是要特别的留意 还有一点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青花的发色 他试图要仿出这个所谓苏玛黎青的铁锈班的效果 但是呢大家注意看这个铁锈班呢 铁锈班以及运散和流淌 他都是人为家上去的 这点如果你要都看不出来 你就真的要好好去学习了 那么他的铁锈班呢出现了极为不自然 而且这个流淌也是特别不自然 跟大家如果看我以前介绍的这些 这个宣德时期的青花词 就能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了 他这些人为做出来的呢 是特别不自然 你看上去就很不舒服 另外呢就是所谓的圈足 圈足呢他仿的也还是属于按照 这个宣德时期的这个圈足去仿 但是呢因为他的胎他不是这所谓的麻仓土 因此呢他仿出来的呢 这个人为做旧的痕迹特别明显 大家呢仔细看这些人为做旧的地方 包括他涂了料 来试图显示他是已经是老的怎么样 虽然他的在所谓的胎幼结合处也出现了 这个火石红 但是呢还是关键看这个胎 他的胎完全不属于麻仓土的胎 因此呢这个是咱们鉴定的时候就记住 从五个大的方面去看 有一个方面出现问题 你就要把它否定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花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下一个节目再见